五百二十三集 莫秦臣害了一跳 戒备的盯着妖帝落风 前辈 这是什么意思 妖帝落风转了身 向着杜若闭关的山洞飞去 口中道 既然你和他师徒一场 本帝不妨实话告诉你 石洞中的那人 是本帝遗魄投胎生成 本帝寻觅百年 还算把这少了的遗魄找回 所以 小丫头 你就死了心 趁本帝心情正好 速速离去吧 妖帝的话 只如一盆冰水 当头泼下 浇得莫秦臣透心凉 怎么可能 可是心里 却隐约认懂了妖帝的话 若不是如此 杜若的杰丹天象 为何会有龙三子 嘲讽的虚相出现 若不是如此 接近这里时 杜若为何会有 亲切熟悉的感觉 再想下去 墨秦臣的脸色 越发的惨白 若不是如此 当年在梨花村的海边 杜若为何能和自己 签下了零售契约 原来他想错了 他一直以为 能签下那荒谬的契约 是因为自己身处大箭中 也许 冥冥中 符合了妖兽的状态 这才和杜若 签下了零售契约 却忘了 还有一种情况 是反过来的 那就是 妖兽 也能主动 把人类签下呀 看着墨秦臣 失魂落魄的样子 妖帝杜若 勾了勾嘴角 以手为爪 向石门抓去 墨秦臣却反应过来 纵身挡在石门面前 住手 妖帝洛峰 脸色彻底冷下来 身影犹如寒冰 怎么 你还有事 墨秦臣深吸一口气 淡淡道 前辈 无论杜若之前为何 如今 他已经转世承认 请您高抬归手 放过他 是啊 如果杜若 只是妖帝的一魄 那么妖帝要他 就是要和他合为一体 那么杜若 又在哪里 妖帝洛峰 皱起眉 小丫头 怎么这么冥顽不灵 本帝不是说得很清楚 他就是本帝的一部分 本帝是不可能放手的 晚辈只知道 他是晚辈的弟子 墨秦臣挺直了后背 冷身道 妖帝落风嘴角 挂起嗜血的笑容 哼 既如此 就不要怪本帝无情了 那一瞬间 沉香玉佛帘和印星灯同时寄出 青影宫 灵光闪动 一道剑光 向着妖帝 击射而出 不自量力 妖帝落风 青色衣袖一排 巨风 从宽大衣袖中冲出 绝对强势的风暴下 沉香玉佛帘和印星灯 被吹得四散而落 散发着冰蓝色光芒的寒冰箭 还位置跟前 广寒冰宴 就已经熄灭 墨秦臣更加深刻地意识到 二人之间的差距 仅有牙关 手印扬 五行傀儡 寄了出来 五行傀儡 刚一现世 就迎崩而长 瞬间 长成了形容各异的人类 依着五行方向 把妖帝落风 包围其中 五个傀儡 各自发挥终极实力 青红金蓝黄 五色灵光大圣 把妖帝落风的身形遮掩 墨秦臣知道 这些是困不住妖帝的 他寄出五行傀儡 只是拖延一下时间 而他真正的杀手锏 则是这些年来 休息的上古见诀 朴实无华的青木剑 握在手中 迎着风 舞动起来 剑间各自灵光闪烁 又归于无色 在半空 画过奇异的轨迹 天地四周 仿佛都安静了 墨秦臣 听不到吼叫的风声 亦看不到妖帝的身形 他的身心 仿佛都已经融入 手中的青木剑中 而青木剑带着他 荣于这片天地 就在五行傀儡 同时爆裂 腰地落风 现身的瞬间 一道无形无踪 又散发着 幽远厚重的气息 扑面而来 伴随着女子 清悦的身影 归原天觉 剑林索武的剑爵 并没有名字 墨秦臣瞻言多年 也不过习惠几事而已 这一世 因为发出的剑招 无形无声 又有惊天动地之危 他就起了这个名字 当最后一个音落下 整个天空忽然大亮 就像被斩弹一般 出现了一道天芡 而妖帝落风 就处于裂痕阵中 中了剑招的妖帝落风 身形微晃 脸上闪过愤怒 真是没想到 一个原因初期的修士 居然伤了他 虽说自少了一破后 实力打得折扣 可也不该是一个 原因初期的修士 能够撼动他 妖帝落风嘴角 挂起嗜血的笑 看来是本地轻敌了 既如此 就拿你的命 给本地赔罪吧 青丝无风自动 一只青毛 凭枯凝聚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向着墨清晨 心口冲去 墨清晨只觉得 心口一凉 低头看到半截青毛 露在外面 师父 撕心裂肺的声音传来 墨清晨艰难的回头 身影虚弱无比 杜若 你快逃 漫天黑暗涌来之际 隐约看到杜若 向着腰地冲去 而落在厚厚草地上的 墨清晨 已动不动 竟然 气息全无 被风卷起的桃花 纷纷扬扬地 洒落下来 不过片刻 香气 已经染上 早已冰冷的轻衣 修饰到了原鹰起 若是肉身被灭 原鹰可以从天灵盖中逃窜而出 或是重新进行一次夺赦 重新修炼 或是寻求师们家族庇护 转修灵险 可以说 原鹰修饰被灭杀后 因为有原鹰的存在 比低阶修饰 多了一次活命的机会 但是原鹰真正能够逃脱的 却是百中无疑 这自然是因为 下手的敌人 要斩草除根 因为没有修炼到出窍起 脱离肉体的原因脆弱无比 除非肉身被灭杀的那一刻 有相助之人赶来 击退敌人 否则 绝大多数的原鹰逃离时 都会被敌人直接灭杀 莫青城落在地上 原鹰并没有逃窜出来 是因为腰地落风 羞为盖世 那一只青毛 凝聚了他的心头之怒 直接把莫青城的原鹰 封杀在体内了 但在杜若看来 却以为他为了避免原神被灭 原鹰躲在了体内未出 犹有一线神迹上败 倒是如此 看到莫青城 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地上 杜若依然感到万箭 颤星之痛 站在腰地落风面前 杜若双目赤红 身影 嘶哑压抑 救我师父 腰地落风笑嘻嘻地 看着站在他面前的青年 却觉得 有些神奇 自己的遗迫 静传了这般模样了 居然还懂了人类的感情 本地怎么救他 腰地落风嘴角挂着细弄的笑意 杜若眼中闪过冰寒之意 咬牙道 你不是咬我的神魂吗 我给你就是了 你把我师父夺赦重生 你以为他原因还在 杜若只觉得心口 遭了重重的一击 喉咙心弦 嘴角一溢出鲜血 身影颤抖中 满是恐惧 你 你这话何意 腰地落风嘴角 微微勾起 不以为意道 本地出手 他还有原因离体的机会 杜若猛然后退束步 心神剧烈 狠狠地等着腰地落风两酒 惨笑着 好 好 既如此 那我宁愿灰飞烟灭 也要你永世魂魄不全 少了一魄的你 实力永远不能恢复到鼎盛吧 哼哼哼 总有一日 会有人为我师父报仇的 呀 字子血泪的收完 杜若抬起手 向自己的天灵盖拍去 你敢 腰地落风冷憨倒 哼 你若敢动一下自己 本地要他魂飞魄散 永无转世的机会 杜若的手 深深停在离天灵带半寸的地方 梁酒 颓然地放下来 瞅着腰地落风 眼中闪过刻骨恨意 鲜血从嘴角蜿蜒而下 滑过泛着清茶的下巴 形成一条血线 腰地落风 亦是一动不动 望着眼前的人 凭他的本事 杜若若是自灭神魂 他自然能够及时地阻止 可是合体后 若是这一魄 强烈不甘 怨念极强 对自己 却是不利的 他倒是要他心甘情愿才好 向他这里 笑盈盈地道 这样吧 本地答应你 你若是心甘情愿的魂魄归体 本地就不计较他 伤了本地一事 给他转世投胎的机会 杜若牙关咬得哥哥坐下 他到底是低估了腰地的很大程度 原来他竟是打着让师父魂飞魄散的主意的 深吸一口气 杜若闭上双眼 富有睁开 一字一顿地道 好 我答应你 妖帝洛峰嘴角一勾 露出真切的笑意 如此 甚好 说着 首相杜若伸来 等等 杜若喊道 怎么 你还想如何 不要考验本地的耐心 妖帝洛峰眯起眼睛 警告道 杜若免着唇冷冷道 我要和师父告别 随你 妖帝洛峰微微一笑 杜若不再看妖帝一眼 一步步向墨清晨走去 他想要赶快走到墨清晨身边 却又不敢确定那个结果 每走一步都有千斤之重 沉在了最沉重的爱上 看着静静躺在草丛中的轻衣女子 海藻般的青丝四散 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 紧闭的双眸 结语似乎还在微微地颤动 宛如手睡了一半 杜若不死心的伸手 向墨清晨的鼻端叹去 冰冷的触感 令他浑身一颤 终于忍不住 直起墨清晨的手 喃喃道 师父 有风吹过 二人的发丝 举都飞扬 牵绊在一起 只是其中一人悲痛欲绝 另一人 方魂隐失 杜若深深看了墨清晨一眼 忽然抬手 向自己的小腹拍去 冷眼旁观的腰力落风 身形微动 却终是站在远处 没有阻止 无法形容的脚痛质感传来 杜若却毫不在意 口一张 一颗金丹忽隐忽现 他动作轻柔地 抱起墨清晨上半身 修上他手指用力 掰开他早已失去血色的唇 低头凑了上去 金丹光滑流转 从杜若的口中 缓缓杜若墨清晨的口中 这一刻杜若心中 无悲无喜 脑海中一幕幕闪现 第五百二十四集 那一年 淡然无瞻的梨花村 来了一位先生 教他们读书识字 打坐修炼 有一日先生久易微醺睡着了 他孩子心形 好奇地打开先生旁边的画卷 画中的仙子 攥住了还是海童的他 全部的仙神 那一年 他从海边捡回了一个大捡 画中人居然真的出现 还成为了他的师父 他以为世上真的是有奇迹的 那一年 师父罚他挖井盖房子 总是捉弄得他敢怒不敢言 他的修为却在不知不觉中提高 他见过洛桃峰的美丽 也见过洛成峰的悠然 见过何光真君的出城风姿 也见过洛阳真君的炙热真情 还见过许许多多出众的人物 听过光怪陆离的密实奇闻 这个神秘的修真世界 有太多值得他去探索 他认为他会一直追随在他身后 把大千世界看遍的 所以他一刻不敢懈怠 想要追上他的脚步 却不成想 金丹结成的这一刻 切实梦断之时 金丹缓缓没入墨前尘口中 二人的唇终于碰到了一起 皆是冰凉无比 师父 我把金丹还给你 师父 对不起 杜若闭着眼 一滴泪滑落在墨清晨面颊上 他把墨清晨轻轻地放在草地上 随手抽出了一根草 凑到船边 不知名的吊子响起 吊子轻松欢快 视线模糊中 杜若仿佛看到了熟悉的梨花村 那里有师父 有不知丑的伙伴 还有他们亲手盖起的房子 其实 在他心里 那片梨花灵要比落陶风美丽的 曲子甘然而止 杜若站到妖地落风面前 冷冷道 你可以开始了 妖地落风的神情有些起义 看着倔强冰冷的青年勾勾嘴角 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的金丹是能保他师身不服 那也不过是一句皮囊罢了 少废话 开始吧 杜若强忍着回头再看一眼 地上人的冲动 闭上了眼 妖地落风 却瞥了墨千尘一眼 真是没想到 这丫头居然能对自己的疑魄 有这么大的影响 合体后 不知 妖地落风冷笑一声 她三魂六魄皆在 难道还压制不了这一破不成 想到这里 妖地落风不再迟疑 手缓缓地伸出 附到杜若天灵盖上 一道黑气从天灵盖缓缓升起 慢慢地没入妖地落风的体内 失去神魂的杜若 并没有像得泪那样 变成一具行尸走漏 而是化作点点灵光 渐渐消失在天地间 一破入体 三魂七魄归位 妖地落风立刻盘膝而坐 开始融化魂魄 就在这时 一道尖利的声音响起 你个混蛋 你杀了我主人 老娘宰了你 妖地落风猛然睁开眼 就见一道黑光 快落流星地冲来 因为魂魄还有些不稳 快到进前时 妖地落风才看清楚 闹到黑光是一只乌鸦 只是这乌鸦围雨很长 通体悬色毛发 却隐隐散发着金色的流光 最可疏的却是她的爪子 竟然有三足 三足金屋 妖地落风失声道 针进行魂魄融合 这一刻 妖地落风的元神 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握 就在这一瞬间 火乌鸦的三足 对准妖地落风的腹部 狠狠一转 光芒大左 泄流如注 妖地落风 瞬间神魂归位 获得了对身体的掌控力 运起全部力量 对准火乌鸦 狠狠一挥 火乌鸦挖得一声惨叫 化作一道黑光 砸到山壁上 身子顺着山壁 滑落到地上 又变成了原本胖嘟嘟的模样 奄奄一息 灵兽袋中 被火乌鸦用尽困住的小狼和小脚 疯狂地挣扎 却摆脱不了副手环的束缚 小脚瞪着大大的眼睛 纯净的泪水不停地滚落 小狼怎么办 主人真的死了吗 五月姐姐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啊 小狼紧抿着嘴 血眸闪动着冰冷试杀的风暴 他当然知道五月为什么那么做 把他们困在零售袋里 就不会被妖地击杀了 可是他凭什么这么做 他也是主人的灵兽 他情愿冲出去 血战致死 小狼低着头 拼命撕咬着副手环 任由反噬之力 勒得他鲜血直流 也在所不惜 我可以帮你 唯一枚被五月 用副手环困住的红菊花 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小心翼翼倒 灵兽袋外 妖地洛峰缓缓地站了起来 眯着眼 看向五月 该死 真没想到 本地竟会被一个原英修士 和他的灵兽伤了两次 既如此 交给你的主人陪葬吧 妖地洛峰 抬起手 刚要给奄奄一息的祸不鸭 致命一击 且又捡一道黑光袭来 竟然是谭天狼 妖地洛峰眼神一紧 他忽然有些后悔了 能令三族金屋和谭天狼 誓死追随的修饰 真是有趣呢 他不该这么随意地杀了他 这个念头刚刚闪过 就见小狼大嘴一张 一团灰黑气体冲了出来 这团灰黑气体 使小狼吸收了各种负面情绪衍生 刚一喷出 妖地洛峰就感到 无边的怨恨机遇 把他包围 不好 这谭天狼竟已学会转化力气 妖地洛峰脸色一变 他接连被墨清晨和火雾压锁伤 以他的修为 对付小狼原本不算什么 可是他此时三魂七魄 刚刚归位 魂魄不稳 最怕的就是这无边的力气了 这贪天狼只有六姐 按理说还做不到转化力气 怎么会这样呢 眼见灰黑气体涌来 腰力落风 猛然褪鼻 小狼气死发了风 眼睛血红 身子疏得纵气 直接向妖地洛峰扑去 看这情形 金大三同归于尽了 妖地洛峰有些想不通 那丫头已死 和他签订契约的灵兽 明明已经获得自由身 却为何置性命于不顾 找他拼命呢 眼见小狼豁出性命 腰力落风 神色正宗起来 他若尽力 自然能收拾这头贪天狼 可这狼要是玉石俱焚 自己在魂魄不稳时 沾染上一丝半点的力气 却是无尽的麻烦 想到这里 手指并拢成刀 对着小狼扑来的方向一画 淡青色的风刃 斩破灰黑之气 落到小狼身上 小狼的动作顿时一将 趁着这机会 妖地落风 遇风而起 向远方顿去 一位原因初期的修士 两只六阶灵兽 竟然逼得大鸣鼎鼎的妖地 落荒而逃 若是传扬出去 也是一个奇迹了 要知道 当年兽朝之乱 是为原因修士自暴 也不过患得这样的结果 只是这一人二兽 却是一死两伤 小狡在红菊花的帮忙下 终于挣脱了副手环 冲到外面 纵提向墨青城奔去 主人 主人 你醒一醒 小脚用温润的舌头 一下一下 撇着墨青城的脸庞 伤心欲绝 借墨青城 已动不动 全无反应 又向离他最近的小狼奔去 小狼 你怎么样啊 一道伤口 由前胸至下腹 向外翻卷着 里面的内脏 都露了出来 小狼 小狼 嘴角冒着血泡 赤红的毛子动了动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小 小脚 火乌鸦 断断续续的声音传来 小脚眼中 闪过亮光 飞速向火乌鸦搬去 看到羽毛 被血水浸透的火乌鸦 终于忍不住哽咽起来 五月姐姐 小脚可怎么办 怎么办 五月扯扯嘴角 兔子艰难 小脚 你别哭了 我 我这里有主人以前 给的疗伤的丹药 你给我喝 说到这里 艰难的喘着气 喝 小狼 都用上 快 小脚 叼着火乌鸦 递过来的几瓶丹药 内服外服 忙了片刻 终于给火乌鸦 和小狼 上好了药 只是腰地落风的杀招 不同常人 服用这些丹药 只能止血 恢复点元气 却不能使伤势好转 特别是小狼腹部的伤口 依然翻卷着 不能闭合 看起来触目尽心 火乌鸦恢复了一点元气 满目哀伤地看着小脚 小脚 你听我说 主人 主人已经没了气息 本命原神灯定会显示 如果不出意外 七日内 何况真君 就会赶到这里 我 我和小狼 都不行了 护不了主人肉身 这七日 你要做的 就是守护好主人 等 等着何光真君来 除了何光真君 不 不能让别人 进主人的身 记住了吗 小脚连连点头 五月姐姐 小脚记住了 别人想进主人的肉身 除非从小脚的尸体上踏过 火乌鸦无奈地看了小脚一眼 又气恼地瞪了一眼小狼 他把小狼和小脚 困在零售袋中 就是想让他们善后 没想到小狼 却不顾一切地冲了出来 受了重伤 把主人交给毫无战斗力的小脚 他实在是不放心啊 漫天的困意涌来 火乌鸦终究抵不过 闭上眼前嘟囔道 娘的 这下子老娘成了睡美人了 小脚没有听清 火乌鸦最后这一句话 见他沉沉睡去 知道是妖兽受重伤后 陷入沉睡 自我保护 心头却闪过慌乱 要一头心灵纯净的独角兽 独自面对这种情况 确实是赶鸭子上架了 看着气息全无的墨清晨 小脚哀伤的大眼睛中 闪过坚定 低头把火乌鸦和小狼 拖到他身边握了下来 小狼并没有睡去 眼睛直直地望着墨清晨 小脚凑过来 用舌头舔着小狼的伤口 一人三瘦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寂静无声 流火镇流云客栈 这家客栈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 造成了镇上一辈辈的人们最熟悉的存在 客栈后院一座凉亭内 一灰一白两个风姿无限的男子正闲敲棋子 一身白衣的白斩鸣 似笑非笑地看着顾黎 顾修 数十年不见 你的修为比同去密罗都天境时又进了一步 真是让小弟嫉妒啊 看着多年好友 顾黎微微笑 叹言道 有历史得了些机缘罢了 白斩鸣嘴一撇摇了摇扇子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呐 你说你 灵根也好机缘也多 就连收个徒弟都能短短一百多年就修到原鹰起 说到这里 有意地看了顾黎一眼 却见他神色淡然 嘴角含笑 看不出深浅 自己这位好友 看来是真的放下了